為何不毀壞黑眼鏡這個人 但是你要貼到扮演的演員身上 那我就真的是個歌手 就會一瞬間給觀眾一些喜感 或者是有一些讓他真的很好玩的一點 對吧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其實包括其實跟你們揭秘 包括其實在這個劇情當中 我不能說完之後人家說我 劉宇寧這個演員特別愛加戲什麼的 我不是加戲 其實她是原本的戲裏邊我去豐富她 我沒有說加場次 場次肯定是沒有加過 場次一場沒加 因為我知道深刻知道我只是個特約助演 因為她這個故事主要講的是鐵三角的事 然後我作為黑眼鏡其實就是一個 幫這個故事去豐滿一些背景 或者是添一點小小的色彩的一個感覺 我在這部劇里 所以也不可能去加戲 我也沒有那個斷位 我沒到那個斷位 然後但是在每一場戲裏邊加了一些小小的 我跟那個花爺 我跟那個小花 我倆離別的那場戲 烤肉那場你知道吧 還有拖把那個你知道吧 對吧 我跟拖把 然後還有那個小花 我們離別吃燒烤的那場戲 那場戲原劇本上是有的 然後台詞都是完整的台詞 台詞就是我們 你們看 因為這個劇我想說什麼呢 因為它很尊重原著 它的劇本其實包括很多台詞都是很嚴謹的 就都不能說 就不能基本不能說錯 因為它有原劇本在那監督呢 所以盡量以特別的別的方式去說 所以比如說在故事當中說 我說三爺能喝酒了 而且喝一瓶臉都不紅 但是原詞是什麼呢 在三爺能喝酒了 喝一瓶都面不改色 其實面不改色和臉都不紅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我都保證他盡量不要說 意思是一樣的其實對吧 他喝一瓶酒臉都不紅 或者是他喝一瓶酒的面不改色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盡量還是尊重劇本上寫的 然後我們拍的工廠東 其實也都是很尊重劇本 包括尊重原著 但是在我們離別那場戲裡邊 有一個環節是什麼環節呢 就是送了一把刀那個你知道吧 送了一把木頭的小 你們都記得吧 就這個 留個紀念 就那個吧 那把小刀 那是我們自己家的 那個是自己家的 因為原劇本裡是沒有的 當時這個小刀是怎麼來的 當時我在拍戲 我在劇組不要表演老師 我表演老師 我表演老師在現場看拍戲的時候 看到一個什麼呢 看到一個現場的道具老師在那 刻那把小木頭刀 就他那個道具老師也是沒 因為拍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就沒那麼忙了 他閒的沒事 看那個木板 然後他就把那小 給在那刻小刀 然後我們道具老師就過去說 那個表演老師說 哎你這個老師 你這個刀是幹嘛用的 他說沒事我自己刻著玩的 能不能給我 你要幹什麼 我有用 就拿來了 拿來了然後就跟導演商量 我說導演 我說那場戲的時候 不是我覺得離別 光說什麼語言 可能是 可能我覺得 可以再加一樣東西放在那 可能也不用說 不用加詞 因為那一段也沒有加詞 我就是放在那 我說留個紀念 他說 黑夜我 我說都在酒裡了 其實就是三句水詞 是吧 就是三句水詞 然後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就加重了兩個人的 這個 情意的一個東西 你明白吧 所以 那個 所以那個 刀是我們自己加的 其實 劇本里是沒有的 有朋友說這個 是吧 我覺得是挺好的 起碼這個東西它不毀壞原句 而且能升華兩個人的情感 情意 其實是這樣的 就通過這種小小的細節 也沒有去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能夠去接受 然後我覺得特別好 也